日本央行从明天开始 3月18号和19号要召开一期的会议 市场普遍预期 这一次日本央行就要结束福利率 也就是日本要开始加息了 这个预期主要是受到了 日本劳资春季谈判结果的驱动 3月15号传出的消息 日本工会争取到的年度的工资涨幅达到了5.28% 创下了30年的最大涨幅 通胀涨了 公司涨了 那么持续了17年之久的负利率和零利率的政策 做出调整结束宽松 也就是个很自然的事情了 咱们今天就说说日本加息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 我们的题目是有两个选项 是自身需要还是协助美元收割 这有点标题党的意思 主观肯定是日本的自身需要 但是客观上 也确实是接了美元的班 在美元持续的维持高利率的同时 日元收集 那全世界的现金池子里的水只会是更加紧张 事实上也起到了协助美元收割的作用 日本在去年的下半年 通货膨胀曾经达到过四个点 短时间内甚至比美国还要高 去年的年底 美国都降到3.2了 而日本是3.4 与此同时美国的利率五个点 日本是零 所以在美国加息以来 日元是持续的贬值 大国的货币里边 它排第一 贬值的幅度超过了40% 而日本资源贫乏 啥玩意都在进口 如此剧烈的货币贬值 直接催生了日本的输入性通胀 就把日本从30年的通缩里边给拉出来了 像这种情况 就必须得加息了 你如果说不管它 通胀这玩意它会螺旋上升的 特别是日本持续了20年的宽松 大量的货币事实上都处在一个沉睡的状态 一旦通胀 把它们激活涌进市场 有可能控制不住 所以日本加息首先是自身的需要 这没有什么阴谋论 换谁都得加 无非是幅度大与小 速度快和慢的区别了 但就是这大与小快和慢的区别 显示出了日本加息性质的问题 如果说日本的加息又快又猛 迅速的就把利息拉到了两三个点 那就暴露出了日本就是美国的帮凶 他宁愿把自己毁掉 也要帮主人完成收割的任务 不过我认为这不太可能 日本人鬼精鬼精的 他是美国的狗 这倒不假 冲到前面 为主人叫两声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要让他把自己给炖了 让主人吃饱 这日本人还是不愿意干的 所以这就注定了 他的加息很有可能就是小步慢走 总体上造成的影响不至于很大 对于大国的影响肯定不大 对于小国的影响稍微大一点 美元 欧元 日元 这是世界上前三大投资领域的货币 美元不说了 这两年加息的威力大家都看到了 全世界流动性都紧张 欧元量也不小 但它主要是在欧盟内部流通 散布于全世界的日元 事实上是排在第二的 美元这个抽水棒 现在只是停止了 日元这个第二大排量的抽水棒 开始工作了 虽然说日本注定是个小步慢走的加息 但是我们看流动性 是不能只看到利率的 日本加息撑到天上一次 也就是加个0.5 相比于美国五个点的利率 相差十倍 几乎就可以忽略不计 表面上看好像吸引不到资金去追逐日元 但是日本只要说它结束宽松 它开始加息了 哪怕是它加的再少 事实上都会造成日元升值的预期 而汇率的变动很轻松 它就能实现五个点以上的收益 比如说现在日元兑美元 汇率是150 只要日本说我加息了 那么短期内涨到140 这就是个很现实的事情了 它光是人们心里的一个预期就足够了 从150涨到140 那涨幅就是6点6个点 你干啥短时间你能挣6个点 所以这是个很要命的事 人们为了追求汇率的差 而去追逐日元 反过来又会促使日元升值 这就形成正激励了 加速日元的抽水 这就是日本加息 如此引人关注的根本原因 至于说你加多少 那无所谓 你只要加就可以 那么日元开始抽水 对谁的影响最大呢 那就要看哪些国家容易被抽走的日资最多了 咱先说中国大陆 事实上沉淀于中国大陆的日资并不少 但是它很多都在制造业 这不太容易跑 另外有一些金融领域的日资 虽然说流动性好 但是资本它也不傻呀 它也在赌人民币的升值预期 从长远来看吧 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好像比日元还大 万一跑瞎的可咋整啊 所以呢 我认为吧 对于大陆的影响并不大 但是对A股的影响 倒是有可能通过港股啊 传导过来一些 港币啊 这是跟美元硬绑定的 日本加息 那日元对港币铁定是升值的 对港股会有影响 因为在港股的日资呢 也不算少 影响确实避免不了 但是股市上总体上吧 影响应该不会大 因为现在的A股 它主要是一个内生性的因素为主 跟管理层的那些手段和政策一比啊 日元的影响连根毛都算不上 那影响更大的 或许就是一些东南亚的国家了 比如说印尼啊 泰国啊 越南啊 有这些国家近些年来吸收的日资啊 是比较多的 他们的资本管制呢 又没有大陆强 本身的资深的储备也有限 一旦说日资撤出啊 倒是很有可能会遭到空头的狙击 还有就是欧盟啊 欧盟受到的影响啊 甚至比中国大陆还要大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啊 2016年到2022年间 日本对于欧洲的投资规模占比是31.8% 对美国投资占比呢 是29.1% 而对亚洲的投资占比仅有23.7% 相较于过去呢有所下降 2000年以后啊 受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影响 日本对于欧洲的投资规模占比是明显的增加 已经超过美国了 成为日本对外投资的首要目的地 所以呢 日本加息啊 我们等着看热闹就行了 谁哭谁笑还真不一定呢 我倒是希望吧 日本抽水的影响能够再大一点 最好是能在东南亚国家或欧洲啊 形成一些动荡 然后你猜吧 他们会求助谁呢 当然是求助于中国和美国了 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呢 都会趁机的去进入这些国家 就这两年美国加息的时候 中国资本就趁机进入了一些地区 日本加息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对于资本充足的大国来说 其实这都是机会啊 这些年吧 中国在东南亚持续的深耕 已经取得了不错的基础 但是日本进入更早 它的根扎的比中国还要深 以前日本是宽松的 中国的机会不太多 而现在呢 日本主动收紧了 就一些阵地啊 它主动的给让出来了 希望吧 中国人能够主动的抓住机会 东南亚这些地方啊 对于中国来说真的非常重要的 还有就是巴西啊 巴西也会深受日本加息的困扰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研究一下 巴西和日本的关系啊 咱们在节目里边就不多说了 但是好在现在的巴西啊 是卢拉在执政 中国呢 有机会借此进一步深化和巴西的联系 有人可能会好奇啊 就是日本加息对于美国的影响 要我说呢 根本不用关心 日本虽然说对美国的投资 占到了第二 但是日本想要对美国造成影响 那纯属是吃人说梦啊 它能被美国割得少点 那就真算是收高香了 日本不管是加息还是不加息 都逃不了被美国宰 咱们就拿一个巴菲特来举例子啊 我们就会发现 美国玩日本呢 那就跟耍孙子似的 巴菲特啊 从美国加息开始 也就是从2022年开始啊 就买日本的五大商社的股票了 当时呢 是美元很值钱啊 人家巴菲特可不动用自己手里的美元 而是跑到日本去发行债券 去借日元 巴菲特就用他自己的信用啊 发行了中长期的日元债券 这些借款的年限五到三十年不等啊 当时发行的利息低到离谱 五年的借款利率多少啊 只有百分之零点一七 三十年的也才只有百分之一点一啊 就这利息你搁到现在不可能借得到 哎呀 买了巴菲特的债券 那些人呢 可算是倒了血霉了 日本越加息 巴菲特的债券就跌得越狠 这是第一刀 但是呢 人巴菲特已经把钱给借到手了呀 借了约合大概是200亿美元吧 买了日本五大商社的股票 这些股票现在基本上都翻倍了吧 涨得好的都已经翻两倍了 这是第二刀 那巴菲特肯定是会赚着钱跑的啊 至于说什么时候跑 人家老八不会只看股价的 人家还是 人家还要看汇率的 等到日元的汇率和股价 他觉得差不多了 老八就跑了 人家不仅是要赚你股票的钱 他还要赚你日本加息汇率升值的钱 这是第三刀 你看 你降息加息 人家都赚你的钱 你怎么跟人家玩啊 这不跟耍孙子一样的吗 最后吧 至于说日本的经济是不是真的好起来了 那这要看怎么说了 要我说吧 都那样 不管是日本还是美国 还是中国 其实都一样了 分你怎么看 日本美国和中国 它都有好的一面 比如说中国的GDP增长的增长是5.2 不错了 再比如美国的非农就业率 那好到离谱 再比如日本大企业利润增加 你看着都不错 但是中国的外卖员代价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还有带着孩子的宝妈也在跑外卖 美国街头的流浪汉 事实上也是越来越多 还有日本小电影那些女主角 数量越来越多 质量越来越好 这些事实吧 你怎么说呢 世界啊 它就是一个大的草台班子 并不意味着谁就好了 咱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啊 其实现在谁都不好 现在就看谁能应称了 好了 这就是日元加息啊 有很多人看到的是利空和伤害 但是还有一些人看到的是机会和财富 其实啊 世间万物都是一样的 最好咱们能用辩证的眼光 更宏观一点 去结合自己的情况吧 趋利避害 我们呢 不随波逐流 也不人云亦云 这才是正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